唉 不好了 夫人 怎么了 哎呀 老夫人趁你不在 把张雪飞给了世子作妾 她不会同意的 不啊 她已经同意了 不可能 肯定是你弄错了 真的 我都看见他俩在霍花眼赏花呢 亲密得很 孔大 妾身与红叶共事多年 真没想到她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魏御史查案辛苦了 妾身 敬你一杯 谢谢嫂子赏酒 魏御史叫妾身嫂子 妾身 如何敢当啊 是我让她叫的 世子也不怕被夫人听见 听见又如何 她能怎样 我吐死你了 我该走了 还得回去复命了 行 我送你 站住 本世子送客 你身为夫人转身就走 合适吗 夫人只是没有看见下官 世子为借点小事动气 让我如何过下去 诸位 请留步 在下 告辞 魏御史 慢走 这段时间 你伺候得也辛苦了 先回方休息去吧 你现在是越发越不懂规矩了 跟我过来 跟我过来 我中天就知道中学非中学 就知道中学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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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中学 方才 你是不是在外面偷听了 是 是 卫红鹤说的消息 我们刚才只对张学非说了一半 红鹤的哥哥确实三十岁没有提及 但是 最近突然要取金 而且聘礼还很丰厚 这笔横财 就是红鹤的卖命钱 你猜 是谁给的 我没你那么多鬼心思了 我猜不到 嗯 明早你去请安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姨娘的脸色 一定是如释重负满面红光 哦 现在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答应大妾了吧 我知道啊 因为她长得好看 等等 你干嘛 她再好看 能比得上京城第一名啊 你有嘴滑舌 你这是谋杀亲夫啊 你 你再说一次 我杀了你啊 你